除了杨子,谭剑刺的造型也随之披露,她白衣白发,和之前的形象大不相同,但网友显然很是满意,不难看出,无论是女主本身的造型还是受了男主衬托,杨子都免不了被吐槽。 在看之前沉香如蟹里的造型,软纱薄面贴合肌肤,显得手臂纤细,腰脂更简单竖起,婀娃轻盈,沉香如蟹中的颜旦和长相思里的小妖风格全然不同,造型自然也不能一概而论,她曾屡次在线下被拍生涂,状态都相当不错,长相思舒粉无数,网友对剧有所期待也属正常,但仅凭一组定妆罩就否定女主,未免过于草率,不如再继续观望,好给出客观评论。 感谢观看